只要是我的責任 我就絕對不會迴避 我就絕對會承擔 那請問一下這一次的部分 你有打算要負一些政治責任之類的嗎 我想上一次的這個狀況就是說 在上任一個月的這個期間 就是在上任很短的這個期間之內 就連續發生兩個關交的這個狀況 我想那個政治的責任是必須要我這邊來做一些承擔 也因此立即跟總統來表明 那我還沒有跟總統 今天早上還沒有跟總統見面 雖然說有跟他討論過幾次 那如果說跟總統見面的時候 也會跟他提醒這件事情 那我想認識我的這些媒體朋友 或者是說政界的這些朋友 都非常了解我個人的為人 只要是我的責任 我就絕對不會迴避 我就絕對會承擔 但是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我的這個真的 我想我會跟長官來進行這些必要的討論 那我想這件事情凸顯出來的 就是說中國在國際社會上面 對我們對我們的這種強力的打壓 是無所不在的 那我想這個事情凸顯出來 就是說我們必須要更加的團結 必須要更加的堅定 必須要更加的努力 但是我們必須要更加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